各位好,我是张普勋 台中违建铁皮的工厂前天酿成恶火 酿成两位消防员殉职的汉室 台中市消防局火钓科人员 今天第三次进驻火场进行勘查 火钓科科长陈明德表示 预计在今天结束勘查作业 火场鉴定报告将以最速件处理 台中地检署相悦主任检察官林燕良指出 将会等罹难者死因火场鉴定报告出炉 综合研判之后 不排除再传递二波特定对象 进一步理清案情 依规定,一起火场鉴定报告 需要在一个月内完成 送交辖区警分局 再由辖区分局并按送交台中地检署